香港卫生防护中心接获通报 三名怀疑感染德国麻疹的印容 年龄介乎27至34岁 其中一名34岁的女病人 染血之后证实染病 他们现时情况稳定 家居的接触者也没有病征 卫生防护中心发现 他们曾经参与铜锣湾一间教会的聚会 当局调查时发现 再有11名参加聚会的人曾经出现病征 中心已经为他们抽血化验 又到教会派问卷调查 有传染病专家表示 今次的爆发相似是与外溶母注射疫苗有关 香港市民大部分在疑似 已经注射了疫苗 无需要太担心 德国麻疹传染性极高 可以透过接触病人的鼻后分泌密传播 患者会广泛出诊 以及淋巴结长大 成年人可能会头痛和发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